你现在就是讲话已经变这么小声就对了 越疲劳会越小声 现在算大声 即便手机已放在患者旁边 但相较医师的问话 患者的声音显得微弱无力 就是平躺 胸腔会感觉就是气端 这名患者染疫后声音异常沙哑 原以为过段时间会好 但长达三个月都没改善 失声情况严重 而且越疲累 声音情况越糟 至今无法改善 超过三个月 还是声音沙哑都没有改变的时候 一定要找专业的耳鼻欧科医师检查 因为有一些情况是息漏 有一些情况甚至是肿瘤 都有可能导致你的声音改变 所以如果通通把它归类为常新冠的时候 可能会延误诊断 医师提醒常新冠确实会让声音沙哑 但要是持续太久 怕是有其他病症 得进一步检查 另外古DNA研究 也发现新冠重症秘密 感染新冠 感疫后重症风险息息相关 研究发现不同染色体的拥有或缺少 都会影响感染后各变因 以致有些人容易感染 有些人却是天选之人 在内新闻中关于乔春奇 台北报道